国民党2024的可能人选呢 目前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然就有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还有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这三个人呼声都蛮高的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卢秀燕也很多人拱他说呢 要来参选2024 尤其是女性的身份蛮吸睛的 但卢秀燕呢 最近在接受了网络节目专访的时候呢 是否认了这件事情 他说他绝对不会来参选2024 甚至担任任何人的副手都不可能 但对于国民党内呢 他自己也喊话 他说呢其实人选只要一旦产生以后 这整个党务必就是要团结了 也希望呢这个党呢 初选的制度不要拖太晚 如果拖到7月的话 真的是不行的 真的太晚了 他认为呢时间点应该过了春天 是差不多的 因为当时春暖花开 而对于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有很多人说如果他跑去选总统的话 可能会背负着落跑的骂名 卢秀燕认为说其实这并不是问题 台面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呢 这个初选制度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应该要来尊重的 但是国民党呢 目前初选的方案也没有出炉啊 所以到底要谁来表态呢 所以呢如果侯友宜现在宣布的话 其实也是突然困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